金门县长陈福海去年底九合一选举是以五党籍参选 击败了国民党籍的县长杨振武 不过最近被发现陈福海的人物介绍 怎么悄悄的被放上民众党的官网 金门县的陈福海县长他和柯文哲主席是好朋友 而且理念相同 所以选择加入民众党 那他是在2022年大选选前就已经入党了 民众党证实陈福海去年早就已经入党 所以也将他的简介放在官网上 另外金门县县长室的幕僚也回应 因为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是国内政坛首位提出支持建设今夏大小的代表性人物 所以陈福海也曾经在去年六月发出了新闻稿 感谢时任台北市长的柯文哲 哈喽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